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六 三哥 把礼物拿上来 好 快点等你 到了三哥 三 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我抓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呀 我给摔驴见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我去一下俩驴正踢他呢 你可别说那么用啊 赶紧松绑 来救人来 三 救人险上你了 救人我在行啊 快点呀 家伙试拿来 能听着我说话吗现在 能听着两个你说话 三哥烦了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这不讲的没用的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这 那个整点水 整什么水 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哈喽 行了行了行了 早就知道你装馅了 这边来来这边来 杨大人来 坐坐坐坐坐 你没事吧 啊 good 啊哈哈 不认你了 啊不认你了 好朋友好朋友 哈哈哈哈 三啊 你咋想的 把洋人绑咱们盖帮来了 甚至疯了 盖帮盖帮的 他能听懂中国话 不露馅的吗 什么 我问 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听不懂 听不懂 我咋觉得奶嘎不对劲呢 你真听不懂吗 听不懂 我要是听得懂 我就是这么点的 确实听不懂 他都发誓了 放心吧帮主 我都听懂了 一口东北话 一不做二不凶 宰了他 不行 三啊 你是不是疯了 把洋人宰了 下面那些洋人 不得把咱们全杀了 帮主 我觉得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把帮主支援传给我 剩下的事 我来扛 好 犯 问我了吗 传给我 别说话 全你惹的祸 你就是信任帮主 泄露帮主 带帮弟子听令 要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 给我绑了 哎 三哥 哎呀 瞎不你 瞎不瞎 杨大人 您请上座 这边请 这边请 咱是自己人 老铁 没毛病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总督 总督和我广屁股 什么人 广屁股长大的 啊 那就好办了 那就是一家人 等我把这盖帮的事处理了 然后我送您下山 赶紧的 好嘞 走狗 你个老不死的 我就挡你了 你能帮我咋的 我在盖帮潜伏了十年 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 杨大人 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 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 这是盖帮信物打狗棒 可以号令盖帮所有的人 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 您替我美言几句 美恩的谢大人 哈哈哈哈